刚抵达汶莱我的第122个国家 汶莱是东南亚最小的国家之一 也是人均出入最高的国家之一 本期视频我想来分享 在汶莱消费大为100人民币的经历 首先关于签证 通常大家都知道汶莱落地前 20汶莱元大概是107人民币 但其实如果你待的时间不久 不超过72个小时 你也可以在落地汶莱之后 申请过境签证 只需要5汶莱元大约27人民币 而我知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 入境汶莱在汶莱待了一个白天 需要你提供72小时之内的 一定机票 或许也会要求你提供酒店订单 但是我没有被要求 也许是因为我只停留了一个白天 另外非常值得一提的是 新加坡元在汶莱同用 两种货币1比1等值 所以即便是汶莱落地签证的费用 你也可以支付新加坡元 我支付了2块新加坡元 加了3块汶莱元 如果没有现金的话 也可以刷开支付 我看到有银链同时 这边有卖手机卡的 我看好像一个手机卡 8块汶莱元 然后一个套餐 一个记得要3块汶莱元 100人民币 大概限当于19汶莱元 赶上我的5汶莱元过金钱 这场经历已经开始 刚才我问了一下 汶莱机场这边 有没有公交车去市区 一些人说是在 出发大厅的门口 楼下到达那个地方 有的一个公交车站 但是他们说我没有车 没想到这个 本来的公交车 竟然是这么一个 非常简易的一个感觉 特别神奇的一个操作 刚才我发现 5公交车是往相反方向 然后非常默契的是 司机突然停车了 停车的时候 发现边还有另外一辆车 系往市区的 直接就把我免费 转转到这个地方 然后从这直接出发去市区 关于地图呢 我使用了MapsMe 就是它的离线地图 因为我没有买手机卡了 离线地图的话 这个才可以直接下载 它这个文来地图 只需要11兆 公交车票是5亿文来元 one person 总共找了我9块文来元 从机场到这里 大概只是15分钟 我坐的这趟车 机场过来是23路 直接它就到这个文来市区的 这个河边 就在市中心的车站边上 这里有一个市场 然后我去了里面找吃的 这个市场就在这个文来 这个首都的市中心 一边是卖水果蔬菜 一边是卖这个肉啊 生鲜之类的 我来一份这个粉吧 一块五文来元 大概是八九块人比 刚才给了两块文来元 找了我五毛 这是当地的银币 没有第一次看到 之前以为这个文来的物价 可能就是会像新加坡一样 但目前吃的这个粉 还不到10块钱人比 其实算比较便宜的 这个市场的对面是一个寺庙 广泽尊王寺庙 寺庙的边上后边有一个停车场 这边人间有车 还是非常高的一个数字区 而这边的油价 尤其对当地居民而言非常便宜 再往前有寺庙 这是在文来的主要的一个宗教的一个主流 我在这里的这个街上走着 已经遇到好几个人 就是撑我打招呼 撑我微笑 这个你会觉得特别暖心 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地方 是街边的这个一个炸鸡店的物价 就是一块一块五 当地钱 我现在真的觉得当地的这个物价可能 吃饭方面真的不是那么贵 看这个有一个住宿的一个标牌 二十文来院一个房间 小房间大概就是一百人民币多点 这个地方叫什么爱尔村 就是你来不来之前 如果搜这边的可能比较特殊的一个地方 会搜到这里 这是一个商场 我看看里面有没有WiFi 哇 进来之后的空调好凉爽 这个商场它有WiFi 但是呢只能用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之后这个WiFi就过期了 刚才我还抱怨着这个WiFi 然后突然间就在这个街头脸上WiFi了 它有一个公共WiFi 不过呢也是三十分钟之后 这个WiFi就失效了 我刚跟一个公交车司机聊了一下 他说我来这个时间有点尴尬 因为每个星期五的时候 在文兰就是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 当地的商店基本上都不开 商店也不开 因为这个时间段 很多的当地的穆斯林 他都会去做祷告 所以现在整个城里面特别空荡 在这边 刚在这边 看到有个船 他给我开价格 说两块文兰元到这边 最后呢 旁边有另外一个人说一块 我就过来了 因为比较赶时间 所以就没有往更便宜的价格看 每个星期五的十二点到下午两点 这个时间段 他们可能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祷告 就是所有的餐厅 还有各种场所 其实都关掉了 我刚刚看街上已经空空荡荡的了 就是说现在 你有钱也无法消费 这块是水上村比较新的地方 这两边看着其实都像是餐厅 但是可能也是因为 这个祷告的时间 然后现在都关掉了 我发现水上村的房子 就是木房的 其实都是装了空调的 制冷空调 在这生活的其实也算是挺惬意的 这边油价比较便宜 就像刚才他那人 他说我说的一文来源 就那个油 就过他跑了可能跑好几天吧 本来还挺想在这个水上村里边 找点吃的找点喝的 做点儿惬意的在这儿感受一下 这边的节奏 但是赶上了这样一个当地的 比较当地的时间 150 OK 因为我往里边走了一点 那那个人说出来得两块钱 等我下船的时候呢 就给他砍了一下价格 我说一块五行不行了 收了一块五 这是我之前来过那商场 现在关门吧 每周五的十二点 下午两点 关门 因为这个要做那个祷告 感觉好像所有的商场都关掉了 两点钟之后 当地餐厅陆续看门 我在这边随意选择了一家餐厅 兴趣 我刚才我们那个 某个翻译的 离线翻译翻译的这几个 就是叶江饭 两块 是叶江七处饭 这是刚才给我上来的这个三四茶 三四茶 三种颜色 这个三色茶 在下面是葡萄 上面一层是奶咖啡之类的 这上面就是咖啡茶 这是我点的这个 上面写的是当地厕所做的这个 鸡肉叶江饭 米饭 鸡蛋 酱 鸡肉 花生 小鱼干 总共这一顿 嗯 三四茶 还有这个米饭 占起来是六块 五元来源 大概是 三十人比多点 啊 其实我也可以吃另外一个 比较省钱的选项 比较吃一个当地的肉铁 我可能一块多就可以吃了 嗯 但是呢 我 发现我的钱 它有点花不完的感觉 所以我就 狠着点了一下 总共点了六五元来源 就我吃完饭了这会儿功夫 这条店又恢复了生机 所有的门店现在也都开了 我发现 我来这边好像没有那种 泰国马来西亚那种电力店 那种24小时电力店 然后这边比较多的就是那种 孟加拉印度的那种商店 这边好像也是敬烟敬酒 可能晚上 那它就娱乐活动会少很多 超市里的这个小甜点 一块二文来源 就真的都很甜 这个我在超市里买的叶子汁 一块文来源 下午4点钟 我坐上返回机场的23路公交车 我提前在机场附近下了车 去看了一个当地的大超市和商场 这是机场附近的一个山场 这个机场还有一公里 在这个超市里 我就挨个儿看这个营料 我看大部分基本上都是这个马来西亚产的 找他买一个这个 0.99文来源 不知道会不会找我们一分钱 他真的找了我一分的这个文来源 真的太开心了 花掉了100人民币之中最后的一块文来源 同时又得到了一分钱的文来硬币收藏 然后我走路一公里回到文来机场 人生中的又一次走路到机场 然后我在文来的简短经历就此完美结束 机场里边这个便利店卖的东西 跟市区没两个区别 就是市区的价格 在这个文来机场里边的自助手货机这块 咖啡两块文来源 饮料一块 花生一块 牛奶一块 就是这个饮料 我在市区里看的是一块二 在这边是变成了一块 甚至比市区还要便宜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后续我继续搭乘航班前往了印尼 时隔七年再次来到印尼 感谢你们观看 祝你们都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天 我们在下期的视频当中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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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